大家好,我是澤南 今次介紹世大裏面 可以做到財夫之友 其實應該是一些小小的不利 如果不想破壞遊戲的體驗 可以不需要用的 其實就很簡單的 這個斜路 任何的建築物都可以 主要是有斜路 這樣造成什麼的效果呢? 就是 飛 哎呀 飛起這個動作 好了,現在示範一次 飛起之後更好 遊戲中暫時 最高的賣出去給NPC 就是這個 鑽石 買一個好像有500元 現在飛起之後怎麼做呢? 所以按一按 A仔 然後手持 你拿五個就會複製五個 當你拿到五個之後 現在這個版面就按 Y加B 一起按 Y加B一起按 好 好了 不是掉到地下 原本我是有五十四個的 那扔到地下之後呢 都是有五十四個 那就再收拾 五十九個 那就複製了五個 其實一個都可以 那現在示範一個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 你只要拿到一顆 就可以做到這個情況 可以拆錢的 手持一顆 Y加B一起按 五十八 失敗了 出來的 六十顆 有時候偶爾都會失敗 那 重複多幾次就可以 主要是在這個熟練 那這個呢 暫時來說 是 無論是 最初次的版本 或者現在最新的版本 1.1.1 都可以做到 嗯 什麼材料都可以這樣做的 我試過就 任何材料都可以這樣做的 只是材料 其他就 應該就不行了 最主要就是找到這些 類似 跳台的斜路 那這個呢 就是 一尺村附近的 一個自己建的屋來的 那 首要呢 要做一些任務的 那就可以自己建 那建完之後呢 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如果你不建的 都好像 我先前這樣說 用 在一些 嗯 村窗裡面 可以自己都 找得到的 55 現在有 好了 現在都是有55 應該 都是55 欸 好像壞了 60 再試一次 不行的原因就是 Y和B按得不好 65了 好簡單 非常簡單 這樣可以完成這個 財富之友 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